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今年大陆冷气团发威,昨晨17日为此拨冷空气威力最强的时候,淡水出现气温11,3度台北也降至气温12,8度离强烈大陆冷气团仅一步直遥,近3日台北加异高雄传出迎气温太冷而猝死,人数已超过30人。 根据中时电子报新闻报道,本月17、18日台北地区有18人因天冷猝死案件发生,亡者多为70岁以上年长者,中南部地区白天温度维持在18、19度也同样传出民众因为天冷而身亡的案件, 包括在彰化1人、嘉义市3人、云林县2人、屏东县5人以及高雄市地区143人因气温骤降而猝死。 各地区消防单位呼吁民众面对冷气团来袭,应做好保暖工作,其中年长者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更需要特别注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